等等然后aison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手套股 因为G pleasiant 的月季大好 所有的手套股 都是大涨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 tanto clock 的记事图 首先可以看到 cito clock 之前已经是突破了这个 valer 橘子线 从这边底部 上去 形成一个 high 回来 弹上去 形成一个higher low 这个是low 也就是底底高 第二只脚的形态 他的筹码主力线 跟这个指质线 是一样的 筹码风就是这一个底部 筹码风他才是没有 完全的突破上去 他的这个height 也是高的就是0.81 如果要 马路的话 要等到他突破 这个前高主力 0.81 形成底底高 头头高的上升趋势 形态 这个才是一个更加安全的买点 现在他股价 已经是跟指质线一样了 所以基本上 就是说短期的主力呢 就是说短期的主力呢 跟这个股价是一样的 这个就不是很稳定 如果他有能力继续上涨 突破这个前高主力 0.81 这个是一个马路讯号 所以也不要急 如果你之前是没有买在这个 电子脚 现在也不用急 就等吧 等他突破前高主力 0.81的时候 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如果你是有兴趣学习如何使用这个筹码主力线 如何去用技术分析判断买卖点的话呢 你可以免费的被邀请加入我的WhatsApp小组 很简单 你只是需要用你的手机号码 注册这个MOMO马来西亚 在填上这个Google Form 你就会被邀请加入了 在小组里面 我们会分享一些潜能股 和如何去操作这个 如何去利用筹码主力线去操作 这些潜能股 也会介绍一些 MOMO的screening 跟filter 如何使用MOMO里面的 features 来做一些买卖的判断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留言区里面 了解详情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是想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去我的YouTube Channel里面 按这个Joy Button 参加会员 请我喝杯咖啡 这样呢 你就有机会向我问股了 谢谢大家